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日, 似乎泰国养鬼仔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潮, 所以很多想避孕的妇女都增双走去接种这个福必态, 我看标题似乎是这样, 原来自从你不合乎上报个案的条件之后, 那些数据就不会公布的, 那这水就可能是最后一水了, 大家要开盘的时候, 赛赛一定中, 触角霞, 同岛必赢, 但是呢, 这次就不好意思了, 那个开盘来说, 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这里, 一周真12名, 针下亡云, 多4名孕妇接种, 亦妙后流产, 两个人, 加起来, 已经破译了, 有20多名的, 那些养鬼仔的人士, 亲手打掉自己的胎儿, 用这个, 接种的方式, 变相避孕, 这里是由东方日报, 就报道出来的, 说有12人, 因为接种新冠疫苗之后, 在公立医院那里, 死亡, 似乎那班人, 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他们没有去私家医院, 那些应该都是比较上, 不是达官贵人来的, 没有私家医生照住, 根据医管局最新的资料, 就显示, 新个案里面, 有6宗属于住院, 死亡, 另外6宗呢, 就是急症室, 急症室那些, 进去之后, CLEAR BOOM! CLEAR BOOM! 接着, 不断地注射这个, 腎上腺素, 然后, 拆掉这个, 匪猴尿猴, 尽量, 将他, 那条命, 钓住, 已经下了使命令的了, 现在, 是不容许, 继续上升, 那个数目一定要压止, 但是, 好不幸, 还有12名, 有6个, 住院的时候, 亦不幸, 这样离世, 走了去探河洪森, 另外, 还有4宗的流产个案, 加起来呢, 就23宗了, 所以, 其实你要加起来, 咦? 足够100宗了, 就好像澳洲那边那样, 哈哈哈, 即是, 确诊数目呢, 可能是2万多, 结果, 死亡人数都可能只有1宗2宗, 但是, 接种疫苗之后呢, 就有几百宗买惹, 我们香港都不执书呀, 在说, 已经差不多有100宗的亡云了, 还有200宗的中风, 虽然, 根据这个徐德义, 即是食为局, 陳肖淺的副手, 他的契家佬, 那就用数据去接服人啦, 根据数字来说, 是低于本港平均值, 也就是说, 你接种之后可以延年益寿, 安胎, 兴奋了, 安神定精, 还有, 一连串, 妙不可言, 的作用, 哇, 这些好东西真是, 老字号呀, 三生牌, 六庸, 大宝酒, 根据东方的统计数字, 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数字, 厉害呀, 不会是假新闻, 我已经因为你那个定性, 东方应该是红梅, 所以才引用你的数字, 你不要玩下手, 想着, 原来你想接替这个肥佬黎, 你早声的嘛, 不是呀, 我是引用错数字, 有此理, 不是日日, 在追着林郑月娥不放, 就不知道是不是, 她们和梁振英的感情, 悲同一般, 所以, 就是你知道, 人酒茶梁振英, 他似乎, 对林郑月娥的施政都颇有微言, 那两班儿子, 在龙争苦斗, 丁力遇上许文强, 足之谁胜谁腹呢? 目前来说, 林郑月娥仍然是得势的, 因为仍然是在个位置里面, 那暂且, 我们就要, 口诛不伐这个人酒茶梁振英, 谁叫他, 乱说话的? 掌嘴, 其实是月娥, 你直接可以捉拿这个人酒茶梁振英, 对他进行光色指的直播, 以及检测一下, 强檢他所住的地方, 看看到底有没有病例, 虽不知, 是他叫人, 就说广东一带很大的, 无需隔离各样, 人家, 全个广东, 现在都在这儿检测, 心获呢, 似乎月娥也做得对, 所以反而, 你又不知道, 人酒茶梁振英那些, 有没有上去广东玩过各样的, 是绝对有理由啊, 对他加强防疫, 为了市民大盘利益, 我想他不介意的, 直播光色指, 100%检疫, 看看有没有这个, 中招的可能性, 喂, 谁知道啊, 人大政协来的嘛, 万一开会的时候, 感染其他政协, 就不好意思啦, 那根据东方日报的资讯, 数据上来说, 接种疫苗之后, 急性中风, 心肌紧失, 流产等等个案呢, 分别是244, 90, 和23的, 低个平均数那样, 不过都是那句啦, 平均数里面, 我之前都分析过啦, 他的sample的份母, 是非常之有问题的, 最近何帕良先走出来, 在这里说, 就说16岁以下的人士, 又不计数的, 那就不知道啦, 总之呢, 你公布数字的时候, 最紧要就是公开透明, 和你的取样方法,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统计数字, 不过, 数字不合格, 不要紧要, 最重要是什么呀, 有效果就可以啦, 所以, 哎呀, 终于醒觉啦, 林郑月娥, 下期政府呢, 你都交代了, 为什么呀, 将这些没有关联的个案呢, 就勾走, 这里, 只公布疫苗潜在关联的死亡个案, 是因为, 为什么呀, 林郑月娥就跟你说啦, 免一些叫做错觉呀, 他知道你们呀, 那班人仔的啦, 很多错觉的, 如果经常公布那些死亡数字的话, 会影响公众信心, 因为他觉得你们呀, 容易受假资讯, 假新闻的影响, 所以呀, 可能跟炳强商量过之后呢, 就决定不公布啦, 相信情况呀, 就会好转, 就这么说啦, 他又不是呀, 中完復必泰科兴之后呀, 一车车那些, 今次不是什么蓝丝黄丝那些啦, 今次那些叫做针丝, 就不是一车车那些针丝呀, 车去万角那里, 是吧, 很老实这么说, 虽然呀, 生意来说呢, 买公仔的生意是上升了, 但都未至于卖断时呀, 万一呀, 这些针丝突然之间多了, 一车车那样呀, 整车整车那样送过去, 折到我要OT的时候呀, 自然会和大家, 跟进这单消息的啦, 相信都不会的, 要不然就要像印度那边那样, 即是, 各式其式啦, 扔下海呀, 又敢烧呀, 各样, 喂, 不行的, 因为为什么呀, 香港呢, 是有明文规定的, 你这样是不法的行为来的, 那些呢, 就叫做, 不恰当处理身体罪呀, 讲身体好了, 不要讲其他啦, 所以呀, 一切是要跟随程序的, 但是到时就不知停在哪, 哎, 好鬼烦, 所以我就说咯, 你应该一条龙的嘛, 据我说, 你接种完之后, 如果没有关联的, 跟着又钉鬼了的, 就应该直接这样, 将它坐骨羊灰啦, 一条龙服务, 避免啊, 你留在那里吓人的嘛, 有点屎壮恐怖的, 就是整块面歪了各样, 什么都有各式其式, 对不对? 这里, 政府呢, 星期二决定, 只会公布和疫苗接种有潜在关联的个别, 死亡个案是个别, 如果批发息呢, 他就不会怎么update大家的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专家的决定, 专家的决定, 专家决定, 就是不是他决定啊, 他是不是专家部分先, 你不要说专家哦, 随便啦, 专家的决定是避免, 现在全部都说专家了, 我最信专家的, 专家的决定是避免死亡的个案, 令市民产生错觉, 影响对疫苗接种的信心, 这么说的, 帝位那层烧钱就解释, 是参加过往经验, 你迷啊, 你哪里过往经验啊, 哦, 即是他醒觉了, 那些叫什么呀, 痛定思痛, 还有呢, 有参考国际间如何处理严重异常事件的做法, 那怎么处理的, 你讲的国际是哪里国际先, 有乌冈达, 巴基斯坦奴旺达, 喂, 你那只世卫谭德塞, 不过都值得的啦, 你想想, 全世界, 好选不选, 选了个埃塞俄比亚的谭德塞, 走上去做世界卫生的主席, 所以世界卫生就没有了, 哇, 这是非常之合理的事, 那我们呢, 不应该, 因为一个人, 的出身, 然后去评价他的, 又或者, 你可以用他的表现去评价他啦, 最近, 哇, 厉害啊, 他又将那些不是印度不是英国, 就说Alpha, Beta, Gamma, 将他们全部改名, 那你以为, 哎呀, 很公平的做法, 其实, 他是借助第2,3,4,5,6名苦主, 然后去, 帮忙啊, 打掩护球啊, 那变了你这样的时候, 啊, 那些人, 那是怎样啊, 哎呀, 不要说那些地方名啦, 但其实, 以前西班牙流感都是这样说的啦, 对不对, 所以, 譚德塞绝对是打掩护球, 又意图, 利用Alpha, Beta, Gamma, 去掩饰此作俑者, 那没办法啦, 埃塞俄比亚水准是这样的啦, 另外呢, 林郑月娥也说到, 当每一次公布有市民离世的时候呢, 那个市民啊, 之前如果曾经在某段时间里面接种过疫苗, 啊, 即是去说东方日报那些啦, 是不是啊, 那就会令人有错觉地说哦, 可能会影响市民信心, 从而影响了这个疫苗接种计划提升的那个效率, 哦, 人人接种, 个个开心, 那但是呢, 这里已有所指哦, 似乎啊, 他对袁国勇, 就是文便便教授啊, 都有一番的说话啊, 他说, 我不是只因为袁国勇教授一句说话, 就令到专家委员会有表述上的改变, 哦, 原来不是意见啊, 他是赞扬啊, 袁国勇教授果然啊, 是林郑月娥的心肝宝贝啊, 心肝宝贝, 突然在眼前, 我急吐气喘啊, 不是中了武废啊, Anyway, 他说出发点啊, 就是那些啦, It's for your own good, 你有看新加坡那套, 小孩不笨, 你又知道袁国勇教授在做什么, 出发点是为了希望, 市民更能掌握资讯啊, 为了你们可以更能掌握资讯, 所以呢, 就减少你的错觉, 减少亂来的资讯啊, 在这里亂禁传播啊, 哇, 真是厉害啊, 拍手掌, 赞声鼓勵, 厉害啊, 还有他说是表达的问题啊, 或者报道的问题, 引起大家的误会不好意思, sorry咯, 那就不好意思啦, 就是你那百多个针魂, 还有那百多个针毯, 还有那些针锋, 真是针锋相对是不是啊, 医生五十八岁马例, 以后拿不到手术刀的啦, 还有个电工司, 以后啊, 罢免电转就不行的啦, 那就没办法, 是不是这么说, 那就因为错觉啊, 所以令到这些人呢, 引起大家不必要的误会, 是啊, 我也说啦, 疫苗碰瓷, 真可惑, 照道理呢, 应该追讨他们啊, 对整个疫苗计划, 所构成的不良影响, 基我说, 应该将, 接种疫苗之后, 有不良反应的人抽出, 然后啊, 抄家灭族, 另次处使, 不要给他们好过, 那就对啦, 好, 今天讲到这里,